而108年的全国运动会24号落幕了台东县总计 获得30面奖牌 包括11金牌 25号上午台东县教育处长表示 很感谢参赛选手和指导教练的付出 也透露透过教育处积极寻求民间资源 明年起要挹注50万元补贴参与全运会 还有全中运选手的膳食备用 于桃园市举办的108年全国运动会 19号起一连举行6天 24号圆满落幕 台东县代表队共获得11金 7银12桶总计30面奖牌的好成绩 创下近年来金牌与奖牌总数新高 对此教育处长表示 十分感谢选手留在台东参与赛事 对选手及教练团队的努力及用心表达感谢 应该是历年全国运动会来 我们拿金牌数最多的 我看历年的成绩这近十几年来是最好的 那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这些愿意代表 我们台东出赛的选手 老实说我们台东的资源奖金 其实都很难跟外县市相比 所以我去柔道赛场的时候 跟吴子和教练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们很感恩 因为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他们要舍弃外县市这么高的奖金 还运来代表台东出赛 那吴子和教练跟我谈的说 其实都是这个 因为台东的这一份情感 他们不想要割舍 跟台东的这份情感的连结 台东县体育资源及奖金相对较少 县府近年来积极寻求外界资源挹注 增加出外参赛次数与费用 并提高获奖选手奖助学金 好两个方面来改善我们选手的一些条件 第一个我们有很努力的募集 外界的善心的资源 第二件事情我也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争取更多的专业运动教练 让我们这一些好的选手 我们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让他们愿意来返乡服务 处长透露透过民间资源协助 明年起将提供50万元 补贴参与全中运及全国运动会选手 善杂费用 我们整个县的预算 财政的预算规模大概就是有限 所以我们的确已经有找到这些善款的 所以未来从明年开始 一年大概都有将近50万 但是杯水车薪没有错 但是我们会再努力的去找到更多的资源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够先 全中运跟全国运动会的部分 我们先给选手这样的住宿和善杂费的补助 尽管核算过后 选手个别级能补贴月500元的善杂费 杯水车薪但仍旧不无小补 期盼外界多加关注台东县体育发展 协助台东体育好手发光发热 记者江碧任台东综合报道